北京时间5月29日 胡等三年朱婷回归 八球之前出现让人暖心的一个镜头 队友给大婷鼓掌欢呼 女排大战荷兰队的比赛 蔡斌赛点换人回馈 全场买票的球迷 队友给朱婷送上掌声 中国女排3比1逆转 战胜强敌荷兰队 拿到澳门战第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 这个澳门战也是中国女排名义上 最强阵容的一个正式出场 朱婷回到了大名单里 而本场比赛 蔡斌的某种程度上 也并没有让现场的观众失望 至少没有失望到底 在最后的时刻 他把朱婷换上了场 本场前三局 中国女排2比1领先 第四局24比20 中国女排拿到赛点的时候 蔡斌大手一挥换人了 知道这个现场这么多的球迷观众买票 是来看谁的 三年没见过朱婷为中国女排出战了 直接就把朱婷换到了场上 让她来发球 她换的是王媛媛 换上来 朱婷就是为了发这一个回合的球 但是这个赛点回合 最终中国女排并没有拿下 刚发完球 朱婷就被换下了 还好没有影响比赛的大局 后面24点21分的时候 中国女排打出精彩进攻 袁信月扣球得分 最终中国女排25比21再赢一局 3比1逆转战胜了荷兰 而朱婷就上来露了个脸 发了个球 并没有说在其他的时间上场 虽然主攻线的状态不算太好 李盈盈猛扣40球才得了11分 但是蔡斌的并没有想要 把这个世界第一主攻朱婷拿上来 去替换主攻线位置的球员 全场比赛 朱婷就发了这一个球 但是也算是给球迷们 给出了一个回馈 毕竟大家买的票过来看朱婷 你说你全场不让朱婷上一秒 那肯定也是不合适的 起码现在在局点的最后时刻 在局末尾声阶段上了朱婷 而且在他发球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非常暖心的场面 中国女排的队友们 尤其是场边替补席的队友们 张长宁等人 还是给朱婷送上了一个掌声 说明他们对于朱婷 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们也希望朱婷赶紧早日融入到 中国女排的这个大好集体当中 为女排取得奥运资格 出自己的一份力 后面的奥运会 如果中国女排能够出战的话 那么朱婷一定还是主力 朱婷这场显得很拘谨 应该与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 朱婷真的离开中国女排太久了 第二 朱婷的好友 前阳士姐说田宗祺意外去世 对她本人来说是打击 此前 朱婷也发声悼念了田宗祺 因此希望网友们对中国女排宽容一些 不要让朱婷 袁新月等运动员心寒 也希望朱婷能够尽快恢复状态 获得更多上场时间 帮助中国女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